下面你要拜见的是十一师兄 他可是个神人 皮皮拜见十一师兄 宁切见过十一师兄 这一师兄 忽悠 若你心神不宁 好高无援 这忽悠便是灾难 若你摒弃宁神 心若止水 这忽悠便是享受 我觉得 你觉得你觉得 就是你觉得的 这是客观的判断 还是主观的意向 你还没告诉我 这是什么 这是忽悠啊 什么是忽悠 什么是忽悠 忽悠就是忽悠 十一师兄 小师弟今日第一次来后山 我还得带他去见 其他师兄师姐呢 忽悠之便可否日后再论 师弟告辞 小师弟 日后若有余霞 可否来助余兄思便求得啊 好 好 好 这个地方就是四师兄 和六师兄的地方 脚下动实境 也是我六师兄的结果 给他 匹匹拜见六师兄 宁缺拜见六师兄 你的脚没事吧 六师兄果真是手艺抄起了 六师兄的手艺举世无双 尤其是它打造盔甲和兵器这方面 朝廷里如今好多大将 都穿着我六师兄打造的盔甲 就连镇北大将军夏侯的明光铠 也是我六师兄打造 他的那件铠甲 可是期间为止我最好的作品 敢问六师兄 夏侯的那件明光铠 有何与众不同 那就得问问你四师兄了 匹匹拜剑四师兄 应缺拜剑四师兄 硬度四级 厚度为四 需要五年行程 老六 这归文乃是三星文啊 用来增大正面抗冲击力 自然是没有问题 但是这侧面的压力呢 如果武者不天地元气 与体肤之表 在想激发盔甲上的浮板 难度有些大了 那我再琢磨琢磨 你四师兄啊 最近在研究龟甲上的浮板 想要融合到武器里 做一件比明光铠更厉害的铠甲 现在又到瓶颈了 不搭理人 小师弟莫生气啊 夏侯的明光铠就是他们打造的 技术无人能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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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